9月21號早上9點21分 警報聲響起 小朋友趕緊躲進書桌下 確實執行趴下掩護穩住 抗證保命三步驟 在地震來臨時先保護自己 你整個人要穩住 為了提醒民眾實時做好防災準備 9月21號國家防災日 警報市政府特別在有1200多名師生的 建德國小舉辦地震避難演練 學生戴起防艷型防災頭套 在老師帶領下迅速離開教室到操場避難 過程中還操練學生 藉由溜滑梯加快逃生速度 事實上我們每年都有舉辦這個防災演練 最主要就是讓小朋友們 隨時能夠提醒知道地震來的時候 應該注意的事項 尤其很重要保命的三原則 也就是趴下掩護穩住 那剛才看小朋友們 他們的動作也都非常確實 然後疏散的時候也一樣 希望能夠儘能有序 不要推不要跑 然後不要吼叫 那保持鎮靜 那我想這些都是基本的原則 主要就是在平常的演習 就能夠讓大家知道 除了進行傷患救護等演練外 就用市政府今年更加振生病之敵 給全校師生 萬一受困倒他建築物時 可以透過敵森引導收救人員 進行收救 事實上在市長上任之後 已經第六年了 那個每年的新生都有給一頂防災頭套 那所以等於說國小的每個年級 現在每一個學生都有一頂防災頭套 那這主要就是他們隨時的攜帶 可以在地震來臨的時候 隨時可以做好第一個防護的動作 那今年也會很特別的 萬一在有一些災況 那你需要求救的時候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來做 那也就是生命之敵 那我們今天也會頒贈給建德國小的 每一位老師跟學生 讓他們在隨身攜帶有必要的時候 可以使用 金融市消防局也在現場規劃 煙霧體驗區 河安VR宣導區等六個宣導站 讓小朋友透過親自體驗互動 建立災害預防概念 記者張祈騰 金融報導